大家好,我是Trisha 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比利時主場取勝希望大 今個星期五凌晨 有場國際友誼賽 比利時將主場對希臘 其實雙方的實力差距很大 今場比利時主場要贏球 似乎是沒什麼難度 在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裏 比利時仍然是高居世界第一位 證明了他們的實力非常強 在去年進行的歐洲國家聯賽A組分組賽裏 身處B組的比利時六場小組賽 豪取五勝一負佳職 六場內入16球 他們這麼強的火力 確保他們以小組手名順利出線 而在今年3月進行的 2022世界杯歐洲區外圍賽裏 比利時在三將裏錄得兩勝一和成績 而且總共入了12球 尤其是上將8比0血洗白俄羅斯這場比賽 更加令球迷開心到發瘋了 看看上將比利時仍以半主力出戰 當中有盧卡古和梅頓斯這些超級攻擊手 比利時仍未有上陣 但巴舒亞爾、雲娜根和托沙特這些球員 他們的發揮也相當出色 雖然是為了被戰即將進行的歐國杯 比利時要通過一系列熱身賽 演練他們的戰術 以及考察這群球員的狀態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比利時今場仍有可能以半主力出戰 但憑著他們強悍的實力 相信比利時今場要贏球 都沒有難度 希臘的世界排名是第五十一位 如果球迷對這個排名沒什麼感覺 不妨不看看他們之前有什麼隊伍 有第五十位的哥斯達尼加 第四十八位的北愛爾蘭 第四十七位的愛爾蘭 如果再直接一點 就可以拿最具體現實力的歐洲國家聯賽 來比較 今場的對手比利時 被分於聯賽A組 不同的是 希臘被分於聯賽C組 意味著兩隊之間的實力 就傷他兩個檔次 即使在聯賽C組裡 希臘面對方索旭和摩爾多瓦這些對手 跟他們打的時候 都顯得他們很難入球 六將小組賽 只入了六個球 最終無緣小組手名出線 今次國有賽和比利時的大名單裡 希臘算是二老大身 其中為國家出戰 在五場或以下的球員 多達十個人 同時效力本國聯賽的球員 多達十一人 很明顯 練兵和考察球員同樣 都是希臘的主要目的 實力差距懸殊 加上希臘的球星慾望不強 他今場落敗的可能性也非常高 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條片 我們下條片